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沒有那麼煩啊? 剛才沒有人坐,我就坐上去 我也很累的,關愛座是老人優先 不是鳳梨,為什麼一定要讓 真是靜一廢佬 關愛座的而且近期都是很多的討論 是不是必須要讓給老人家錯的呢? 老人家就會覺得關愛座寫明是關愛座 應該讓給老人家錯 引起很多這些討論 不要看那麼多電視 看得多有什麼用 今天經常在公園找Pay牌和下棋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好玩 看完這些個案之後,有沒有覺得似曾相識呢? 其實這些個案在日常十分常見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些個案出現呢? 不如聽聽專家怎麼看吧 我覺得主要問題就是 青年人比較少接觸老人家 所以他們因為不太認識老人家 所以就有個隔膜 沒有一些能力 所以他們覺得 老人家不行的,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的 原來是這些原因造成的 但這樣很容易造成兩代關係疏離 或者出現隔膜的 其實想改善這個問題 辦法一點都不複雜 不如聽聽專家 甚至乎老人家和年輕人的看法 最重要是大家要聊天 而且盡量聊一些 大家可能會覺得有些意思的事情 譬如說,吃什麼才算健康 尊重 你有一些尊重之心 大家會是一個更加和諧的關係 是彼此尊重很重要 不要定型 我們就可以彼此認識多些 互相欣賞 我們嘗試多點看看它的優點 嘗試不要把很多東西都標籤 這樣大家就開心了 只不過大家會不會是走前一步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想著有代溝 不想走前一步聊天 只拿著電話What step 根本上就不可能會溝通到 大家如果說回自己的心事 我覺得都可以溝通 只要我們年輕人和老人家互相讓步 就可以很和諧 會體諒和提點他們 互相談一下 想年輕人和老一輩可以共融 要由自己做起 只要互相尊重 和體諒對方的心情和處境 並且包容對方的習慣 這樣就可以做到跨代共融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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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